今天很高興跟大家見面 在場的高階軍警 將校及夫人 來自貝里斯 多米尼加 薩爾瓦多 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及秘魯等八個國家 在這裡 我要代表我國人民及三軍官兵 向各位表達最熱誠的歡迎 我從上任以後 就已經出訪兩次 在座的一些好朋友的國家 巴拉圭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瓜地馬拉及薩爾瓦多 我都去過 也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不論是出訪 或是各領域的交流 我們都期待跟各位國家有更緊密的互動 像遠恆般有悠久的歷史 是我們在國際上重要的軍事交流項目 透過遠恆般的機制 在軍官養成 國家軍事戰略課程等方面 我們可以定期邀請各位優秀的軍官 來台灣交流互動 在出訪的時候 我也遇到很多 我國到各位國家的參訓人員 他們都告訴我 這樣的軍事交流 可以實質地增進本質學能 也讓他們有更開闊的國際視野 當然 對於台灣和各位國家之間的友誼 也有很大的幫助 無論在軍事 外交 經濟等各領域的發展上 我們都會秉持踏實外交互助互惠的原則 持續地跟全世界各國發展實質互惠的外交關係 也希望大家在國際社會繼續支持台灣 除了誠摯歡迎大家 也希望各位能在這段交流的期間 對台灣有深入的認識 建立未來長久的友誼 祝福大家學成順利 收穫豐碩 謝謝大家